找不到伴奏 这个影片我将会教你如何去除歌曲中的人生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彦 欢迎收看网红课堂 在这堂课里面我将会教大家如何去除歌曲中的人生 自制消音伴奏 相信订阅我的粉丝朋友很多都是很喜欢唱歌的 但是每次要cover歌曲的时候 很头痛的地方就是找伴奏 其实如果要cover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歌曲 是很容易在google或者youtube上找到的 但是如果是改编翻唱类或者live的 或者知名度比较低的歌曲呢 就很难找到伴奏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消音 今天我将会示范三个方法 简单粗暴的 教大家去除歌曲中的人生 第一,Odacity Odacity是一个跨平台免费和开源的声音编辑软件 只有26MB的大小 打开音乐文件 点击Effect 选择Vorker Reduction and Isolation 也就是减少和隔离人声 Action 选择Remove Vorker 点击OK 这样就完成啦 第二,Go Wave Go Wave 是一款免费的音乐编辑软件 只适用于Windows 它支持大量的音频格式 可以轻松的为音档转换格式 只有17MB 打开音乐文件 点击右上角 Reduce Vorker的图标 直接点击OK 就可以了 第三,Izotope RX Izotope RX 是市场上公认最好用的音频处理软件 它同时支持Mac和Windows的电脑 它可以高效地修复声音 去除噪音 提取人声等等 Rx8的档案比较大 大约450MB 它的价格也非常高 官方售价是1199美金 打开音乐文件 点击Music Rebalance 直接把Local 抢到0 按Render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重新比较 这三个软件的效应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个人认为 相应效果的排名 按照Top RX 胜于Odacity 再胜于GoV 对于一些不会乐器的朋友 相应软件确实是以大福音 但是 无论相应软件多么的强大 它还是会对音质造成一定的伤害 所以如果大家有本钱的话 就可以去找专业的音乐人做编曲 像刚才你们听过的歌曲 邀你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制作 如果你也想要制作高质量的歌曲 欢迎联系我们 先说明我们的收费不便宜 但是品质保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看我们推出哪些教学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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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